歡迎收看東網點評 我是李斯 日系車企獨大東南亞汽車市場 如今可能出現變化 隨著東南亞經濟逐漸從疫情中復甦 該地區的電動汽車行業促勢待發 來自中國及南韓的製造商 紛紛進軍東南亞市場 相比之下 日本汽車廠商出招太慢 恐怕會失去競爭優勢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 東南亞擁有6億6千萬人口 其中中產階級不斷擴大 是一個高增長的市場 當中對電動車的需求亦不斷擴大 無論是中國或南韓的汽車廠商 目前都在為大舉進軍東南亞的 電動車市場高調鋪路 南韓現代汽車最近在印尼設工廠 定在3月開始生產電動車 雖然關鍵零件主要依賴進口 但該集團亦是與南韓的主要電子公司 LG集團合作 要在當地建設車載電池的量產工廠 中國的電動車在東南亞的發展 亦備受關注 有報道指 上汽集團和長城汽車 已經開始在泰國銷售電動汽車 長城汽車亦收購了美國通用汽車 在當地的工廠 計劃2023年起生產電動車 分析認為相比起中韓兩國 目前在東南亞的新車市場 佔有率達到八成的日本汽車生產商 對推銷電動車顯然熱度不夠 直至目前有關日本電動車的話題 只是豐田汽車公司和三菱汽車公司 正是考慮在泰國設廠 有日媒分析指出 日系汽車廠商未積極進入東南亞市場 是因為過於謹慎 首先他們大多數認為 東南亞國家在環境法上還未成熟 無法擺脫煙煤和天然氣發電 即使是有了電動車 亦都不會大幅放棄使用傳統汽車 其次建設充電設備需要時間 因此繼續在東南亞區域生產汽油和柴油車 仍然是日本汽車廠商的計劃 目前他們大多將推廣電動車的精力 放在先進的歐美國家 分析指出 東南亞各國都已經將電動車 視為是發展新一代產業的動力 眾貌為搶攤 已經在泰國建設汽車充電設備 商場上講究先來後到 日本再不進場 恐怕會失去競爭優勢 分析認為 中國和南韓車企希望藉著由電動車 來在泰國及在印尼市場得位 日本如果在投資競爭中輸給中韓企業 就可能會好像家電和手機市場那樣 被奪走市佔率 好了 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收看 再見 再見